欸!請問你拍給我 W..Where's it? N..V..A..N..CA? N..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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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ood to bring 你拍賣賣齁 大家好我們是NOMI 歡迎回到我們的 開箱試練 之前我們都是開箱排球少年或是排球用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球館 首先我們第一站來到MBA 當時有在看我們影片的觀眾 一定對這裡都不陌生 只是我們一直沒有機會好好介紹這裡的設備 這裡呢除了有非常大的球場空間 還有各式各樣的課程 各式各樣的設備 甚至有免費的中心區 還有專屬的停車場哦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一起來看 出發 好的第一站是我們的球場區 我邀請到我們場館老闆季鴻 耶 妳好 想要先問你 我們現在踩的這個地墊它有什麼特別的嗎 我們地板就是2020年那時候 疫情的時候 義大利那邊有球隊要結束了 他們其實也用沒多久了 球隊解散啊 直接把他們的地墊買過來 就這是正式義大利聯賽 比較特別如果細講啦 這種地墊它的表面處理是為排球設計的 所以它會抓住你鞋底的橡膠 可是如果你鋪下去的時候 比較多滑動 現在很多是室內球館 發球區 到底對發球員有不友善 不然我們實際涼涼看它到底有不有關嗎 我們就舉出我們的特區 3米1左右 好像講3米1 2是不是有點抽象 對 也會有點抽象 不然實際總有快 1 2 3 4 5 衝那邊 到你那邊 一共五步 周杰倫告完白氣球就來告你 我們實際請 高麥發球員 來實測這個場邊到底好不好發球 出發 出發 差不多啦 只是一個 差兩步 最多 最多三步 一共五步 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發球不要踩線 接下來要介紹一個我覺得最酷的東西 大電視 就是我們自己架設的一個回放系統 你可以設定它播放幾秒前的畫面 比如說你打完一個play 對 你想看一下你剛剛的動作 你剛剛起跳的位置 看一下那球是誰要負責 是誰應該要接 速度抓到 沒錯 所以我們就很常應用在訓練的時候的動作 或是團體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把鏡位架在後面 看一下籃網的位置 跟防守張 可是這個練球的時候會蠻有幫助的 對對對 我們再次有請我們的 我都賣大炮 領頂號 我們會籃網喔 好 接個喔 喔 漂亮喔 好 touch 這個很明顯是有 touch 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因為我最近有一些動作也在調整 然後自己看的話 可以知道自己上一個有什麼問題 蠻及時的可以回饋一下 那你想要用這個器材 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有陸屋體大 就是日本的其中一個體育大學的教授 來介紹他們的運動員訓練中心 他們在足球 排球都有這種系統 就覺得之後我也想要自己來搞一個 之後課金 只要多幾個鏡位 就可以直接是土砲的那個 音樂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最後來講場地的部分 其實我們NVA現在有2加1個場地 就是大家可以在我們上一支混排片裡面看到 NVA其實可以整個轉過來 像變形金剛一樣的 還有一個是我們NVA其實場地這邊有 非常多的球 數一下 1 2 3 4 6 7 2 2 8 對 總共282顆 就是我們NVA Fuck Fuck 是因為其實像其他球款員的可能需要 封建或者是需要你自己帶來 但其實我們NVA也有提供這樣的 不管是在打W-A 或是在練球 免費就是借你這些球 讓你自己使用 讚讚 OK 第二區來到我們的場邊設施 免費的 重訓區 沒錯 畢竟我的本行是 激勵比體能教練 大家知道打球 如果是一直練球是還不錯 但是如果沒有體能支持的話 很難 在表現上有突破 當初弄的時候就很堅持 一定要規劃的地方 是讓大家練 可以沒有球場 但是真的沒有重訓區 都要有 都要有 沒有沒有球場的 都要有 那我們可以實際讓我們NO-MINE 科派員來體驗一下 膝蓋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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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蠻推薦 我們來做一個 後腳抬高蹲的一個練習 來來來 今天讓你賺到一堂課 如何 差不多 爬在這裡 對 也是緊緊的 緊緊的 它不會痛啊 OK啊 那這樣沒有很嚴重 不是很嚴重 等一下你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幫我做反覆的測跳 這個蠻讚的 你也做的我可能有三下這樣 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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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看 所有測跳 白錯 嗯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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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鴻我玩你好練球啊 雞鴻 那不錯 你等一下就 帶著一個全新的膝蓋去練球 好啊 好 我們這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呢 按個喜歡 拍一下你們的球館很好玩耶 很好玩啊 超好玩的 最後我們來看 NVA傳說中的三大成功 就是我們的發球機啊 就是它可以發 跳發 跳球 還可以舉球 還可以做懲罰 還可以做懲罰 翔劍之前的NO-MINE 跳來 空下十跳 四球啊 舉球的目標價 在接發球的時候也會有目標價 那我們一樣 來實測一下 它這個有掌數 上下掌數 跳的最快可以叫什麼樣子 其實它最快發那個跳 跳發那個尬的球是 九十公里之球 不管是女子排球 他剛剛有跟我說發球 可以 沒問題 你來球都贏他耶 來 來 接近很接近啦 來 來 來 接近很接近啦 來 來 這個球真的是 Number of shoots 比他花了51球 接近一顆 51球 哈哈 不是大拇指 就是 一定是大拇指啦 要負責 他剛剛說是國家級 喔 國家級是 那我夾起來 我50球 可以直接上去去球 哈哈 空上時間 只能一球 只能一球 來到NBA的休息區 那我們這邊其實跟其他場館一樣 就是吃東西不要在球場上 我們來二樓 一個舒適 有冷氣有沙發 床 電腦 讓你可以打英雄聯盟 那看一下我們二樓休息區就是其實有滿大的空間 讓大家在這邊吃東西跟休息 這其實是你們剛蓋好不久對不對 對啊其實因為我們是想要 要朝這個私人俱樂部的方式去經營啦 上來打球的人就可以把鞋子放在這邊 就是工會員可以租用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規定要室內專用的球鞋 就是你進來我們一定會有人看你的鞋子 要檢查鞋子 對… 不要有沙食 沒錯 這裡就是我們未來會規劃販售的一些 簡單的輕食熱食 規劃好什麼菜單 現在喔就是一些很簡單的啦 龍蝦火鍋啊 或是雞胸肉啊 你們兩個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對 因為畢竟我研究所其實是念運動營養的 我們還滿重視在 訓練前訓練後的補充 對於運動表現提升比較有幫助菜單 所以我們來打球是一整套的 有打球有重訓 理想上是這樣子 還在規劃當中 好那我們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NVA未來的消息 讚 那最後總結一下今天NVA的各種特色 除了有義大利地墊 然後我們2加1個場地 還有場邊的螢幕回放系統 另外還有重訓區 然後三大神獸 還有休息區 除此之外 我們這邊有個很大的福利是 我們有汽車停車場 自己實際去停 我覺得那個空間是滿大的 那可以停52台吧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嗎 沒有啦 當然沒在開 除了這些場地以外 我們其實還有各式各樣的課程 以及各個程度的賽事活動 可以讓大家來參加 最後想要來問你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朋友想要來打球 他可以怎樣報名呢 其實可以直接Google NVA報名 就會Google到 最近我們滿推的一個就是 每週四的6點到8點 是一個學生優惠的時段 像我們以前在當學生的時候 都只有室外場打 那早點出來跟社會人打球的話 沒記一下經驗 磨練一下 我覺得整體台灣的排球 水井就會慢慢再上升 看完這集的朋友 對NVA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有想要看我們開箱 其他什麼樣的球館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那這集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愛的喜歡 不喜歡也要按喜歡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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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雖然你們是球館開箱系列啦,但是我們是一個俱樂部,我們是有自己球館的俱樂部 那我們想要做俱樂部的理念,其實就是說,就是我想要讓大家看到排球的不同維度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玩排球它可以進化到一個什麼樣子的複雜度 一個部分當然是硬體的部分,那再來做一個俱樂部是什麼概念 就是,大家常常聽到俱樂部這個詞,但其實我覺得在台灣能夠掌握這個概念的 就是有感受到,喔,It's a club,的那種感覺的地方不多 就是說,他認同這個地方,不是因為這個地板 他是認同在這裡打球這一群人,他們是支持怎麼樣子的一個想法 怎麼樣子的一個理念,就是大家在這邊,我不是只追求每個禮拜有一兩次球可以打 這樣子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在這邊尋求的是更多成長,更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舉例而言,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常態的杯賽,叫健庭系列賽 他現在參加的學院都是,動有我車不是那首歌嗎 動有我車不是那首歌,他那個MV就在演說,一群就是 以前年輕人都在玩團的一群人 然後他們就是為了生活還是什麼的,他就是去賣探考 然後賣探考賣一賣,然後他就看到一個選秀節目 然後就想起那把老吉他 那年輕時候那個,那個成為音樂家的那個夢想 他想要再去拚一次,然後就找了以前的那些團員 就是結婚生子,或者是有各自的事業 以前很熱愛的這個東西 很多都被遺忘成封死結合身臉 那最後突然有機會大家再聚在一起 有這種感覺 在這個健庭系列上,很多人都是這樣 如果你說只是一個球館 好像不夠能夠告訴大家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叫健庭,是因為我們2018-19年的時候 一起練球的一個夥伴叫健庭 他很早就被診斷出腦瘤了,然後 一次手術之後恢復的狀況不錯 然後就來跟我們練球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他有這個狀況 是有一次他媽媽打電話跟我講說 健庭快不行,幹嘛幹傻眼,快不行 什麼意思,他就是三個月沒看到他 他就惡化,然後我們就趕快去醫院找他 他媽媽一直跟他講說 一直跟我們講說 他到最後一次要開到之前 他意思還可以的時候 他就是轉氣臉 還是就是轉那個 地大利聯賽在看 這個運動對他來說 是這樣子的一個 意義在這裡 所以我們想要傳承他這樣對排球的熱愛 也希望更多人就是愛上了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很難 很難說 就是大家看到的是硬體 但我們在試著傳遞的感覺是怎樣 還期待我很想提的點 就是他們台藝大 在地的一個俱樂部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是連結當地的資源 像棒球已經是有這個地址 就是說 我這個球 我就是待在這個城市 我就這個城市的一個 一個代表的一個精神 那現在還剛開始 沒幾年 可是你看一下美國 黃襪隊在那個地方 四五十年 六七十年 真的有一個百年的氛圍球場 他在一個地方 他成為在那個環境 生活的人的一個精神的一個主要 那我就把台藝大 拉進來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地方練習 他們學校就是不動式排球 那我就會覺得 我每次看到這種 把排球當次的運動的這種 這種行為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們排球不能讓人家這樣看不起 反正我們有點機會 然後讓台藝大在這邊 校隊在這邊做練習 然後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來回饋這個俱樂部 但是停車場的那個護欄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當然他用他們的力量來 幫助這個地方 讓他更 更豐富 然後我們就喜歡他們 這些喜歡打球的小朋友 這些打球的地方 那這種東西 我試著能夠 試著在這個小小的部分 能夠傳達的話 我就覺得很不錯 有部份 哈哈 就會堅飾 會不會 在這裡 是瓜哥 那裡 在這裡 是甚麼 你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